欢迎各位收看2023年度第三集港灯在线 港灯与中电携手兴建的海上液化天然气接收站项目 刚刚在7月初已经投入商业运作了 项目有全球最大的浮饰储存在气化装置船 除了特殊情况例如台风之外 它会长期停拍在画面中橙色的天然气接收站码头的其中一端 码头另一边拍位就预留给运输船 在全球采购的液化天然气会由运输船送来码头 由FSRU接收及储存 由于液化天然气要用涉事负160度低温储存 由线经过FSRU的设备气化 透过连接码头一条长18公里的海底管道 输送到南亚发电厂使用 接收站启用有在我们以更具竞争力的价格 在全球采购天然气 南亚发电厂有更稳定的燃料供应 对客户以至香港的可持续发展温有悲益 随着国际燃料价格自年初开始回落 港灯5月份向客户提供燃料费特别回购 客户实际缴附的燃料调整费冻结在4月份的水平 燃料调整费自6月份开始下调 并进一步回落至8月份每导电69.7仙 较1月份的82.5仙减少了12.8仙 跌幅达到15.5% 港灯供电系统在4月19日凌晨出现罕见事故 部分客户受到影响 公司向受影响客户致协 并已经向政府提交调查报告 事故由多项因素以及事件引起 导致数码港电力开关站里面一条后备电缆电脑不信通电 改善措施包括制定指引 加强培训 以及改善工作程序等 竟已落实或正在进行 确保供电的可靠性 港灯透过活动带领公众认识炭中和 积极培训人才之外 更加重视工作安全 我们的表现获得社会认同 带领港灯过去十年走过减炭之路的 前董事总经理尹志田近日荣优 由正组营接力令港灯迷向炭中和 KR44 TV在这里也祝福云散 身体健康 家庭幸福 今集时间又到了 我们下次再见